宝宝长到几个月大的时候,看起来很呆猫,肉嘟嘟的小脸,想让人亲一口,等着大眼睛看着你,时不时到还眨眨眨眼睛。 面对这样可爱的小生命,让人忍不住想去抱一抱,摸一摸,宝宝似乎也明白大人的感情,大人都自己的时候,宝宝也是咯咯笑得跟大人一起玩。 可能很多爸爸妈妈还不知道,宝宝身上这两个部位对他很重要,家长多摸摸,不仅能促进宝宝的发育,还能让其小脑袋瓜更聪明哦。 一,宝宝的小手指,手指是人们很重要的剃瓜,也正是因为手指的净化,才使得人和心性区别开来。 可见手指对人成长的重要性,对小宝宝而言,他们在小的时候是通过触觉来感知周围的一切的。 宝宝的手指接触到什么东西,这种信号会传递到大脑,刺激大脑的神经元更好的发育。 久而久之,宝宝也会更加的聪明,宝宝也特别喜欢吃自己的小手,这是他们潜意识里在探索这个世界。 吃手则是他们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方式,家长不要阻止宝宝吃手,不过,要保证宝宝的手是卫生的。 所以,爸爸妈妈平时多摸摸宝宝的小手,不仅能增加亲子感情,还能让他脑袋光长得更好,多几分聪明哦。 二,宝宝的小脚丫,宝宝身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位,就是他的小脚丫。 宝宝的脚丫上布满了通向全身各处的穴位,其中也包括通向大脑的穴位脉络等东西。 宝宝的小脚丫时常被爸爸妈妈摸摸柔柔,能够对宝宝血位连接的神经形成很好的刺激,会让宝宝身体各处的经验更加的畅通,大脑也更聪明。 妈妈可以让宝宝光着小脚丫在铺好东西的地面上多走走,这样能够对宝宝脚丫的神经末梢形成更多的刺激,让他更聪明。 同时,也不会被地面的良性伤害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